你好,我是Apu입니다 看看我一生的裝扮 是不是好像去了韓國似的呢? 在疫情期間 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很想念去韓國旅行 今次就會和大家去一間韓式親子餐廳 吃燒肉,穿韓服 來一次藝韓國之旅啦! Let's go! 如果大家喜歡吃,學,玩樂 又喜歡聽聽真實食評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好呀! 今次我們去的餐廳 就是位於觀塘的木伯韓烤親子餐廳 相信大家對木伯韓烤都不陌生 不過這間和其他分店是不同的 這間是一間親子餐廳 一上去就有個大電視播著兒哥 裡面裝修都是以韓屋風格為主 有沒有令你想起古裝韓劇呢? 座位方面都有別於其他分店 大部分都是卡位 所以都坐得比較舒服 說明親子餐廳怎麼少得遊戲室呀? 如果小朋友想進去玩 就要另外加一百三十元 這個價錢除了可以進去玩之外 還包一套韓服 一個金幣去扭蛋 以及一份兒童餐 兒童餐會在入座的時候很快送上來的 裡面就有韓式魚餅 雞蛋卷和蔬菜等等 這次其實是慶祝兒子生日的 在小朋友的生日月份裡 都可以享用生日優惠 生日會送一套餐具 一件生日蛋糕和一個海帶湯 這個海帶湯其實都挺大碗的 有大約三至四人份量 可以一家人分享一起喝 來到目白當然不少韓燒 這裡每位成人最低消費就是一百二十元 我們這次就叫了幾款肉 其中一款就是韓牛前胸肉 就這樣看油花都算平均的 但一夾到肉 咦?為什麼硬滑滑的? 原來是完全未解凍的 味道方面就中規中矩 牛味都有的 但不算很濃 而且也有些雪味 所以這個就普普通通了 另外也叫了一個風味牛肉拼盤 這個拼盤有四款牛肉部位 包括牛前胸肉 蔥蒜牛五花 牛絲 和大醬牛小排 這個我覺得都不錯 因為可以一次過試完不同部位的牛肉 和肉都解凍了 比較容易燒 味道方面 因為大部份都有醃過 所以都沒什麼雪味 個人覺得挺好吃 就有牛小排 這個牛味都挺突出 和我燒肉都很少叫飯 通常我都會用生菜包著來吃 吃肉的同時都可以逼自己吃多些菜 最後我們就叫了一個厚切五花腩 這個和牛前胸肉一樣 都在未解凍的狀態送上來 所以在燒的過程都怕不夠熟 但表面又會很容易焦 燒得太久又會怕乾 雖然途中都會有店員幫你燒 但也挺考膩的燒肉技巧 味道方面 豬味是不錯的 咬下去也挺爽口 但吃得多都會流滑 不過之前有個韓國朋友 教我一個很好的食法 除了用生菜包著來吃之外 還可以用泡菜夾著肉吃 裡面可以加一些蒜片或蔥 這樣吃除了好吃之外 還可以大大減低油膩 大家下次都可以試一下 吃飽後 店員會送上小朋友的生日蛋糕 這是芝士蛋糕 小朋友也吃得很開心 吃完飯 終於到小朋友最期待的時候 小孩也急不及待拿著金幣 說要衝去扭蛋 然後店員就會給小朋友選一套韓服穿了 如果大人也想穿的話 就要加70元 我看到他們也有很多韓服選擇 我自己很喜歡粉紅色 所以就選了一套粉紅色穿了 餐廳裏面都挺大的 可以穿著韓服到處拍照 韓服加上韓屋背景 真是好像去了韓國的景福宮 其實在我拍照的時候 我兒子已經很心急 衝去遊戲室玩 然後再玩 差點忘了說 韓服只要租一個小時 其實是一個小時內 又拍照又玩遊戲室 其實都很足夠 當然你也可以換回韓服 又繼續進去玩 但是連燒肉 拍照 玩遊戲 不知不覺 我們都在這裡逗留了三個多小時 所以是時候回家了 總括來說 在不能去旅行的情況下 在這裡真的可以讓你過韓國人 大人可以燒肉 小朋友又可以還餐飽 而且小朋友生日還有生日優惠 建議大家如果有小朋友生日 都可以帶他過來慶祝 這次就介紹了 下次再有什麼好玩好吃 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好